诶 坐胳膊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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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看到的那个病情感 病情感的胳膊也是放放的 就不像我们人气的胳膊 我们的胳膊都是 我们的胳膊出戏 哪个地方出哪个地方戏 那个病情感从我们人气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看起来也有上臂和下臂 也有上腿和下腿 样子有点有点像人了 有点像人了 但是好多细节还是没有 同时还是有区别的 没有真正的设计制作的事 可以的像人的样子去做 因为它自动嘛 人制作过程当中有时 这个就能省事就省事一点了 没有必要 没有这个必要 就整得就像人 很像人的这个骨头上 这边伸出来它们凹下去 所以呢 那个病应该做的时候呢 还是有点区别的 同真正的人 同真正的人 有区别的 好 我知道了 除了这个信息之外 另外一个信息放到我身上的疼痛啊 病应该不断打那个 接打 国家机器 接打一些人啊 打的时候 病应该出力的时候 实际上手指上 手指上瘦跌了 我这边手指上瘦跌了 手指就痛了 或者移位了 这个信息也是来自病应该 这个信息呢 因为还在进行当中 拍完一个少了一个 然后信的又进来了 或者信的进来了 十个我才拍了一个 还有九个信息 没拍完 是这么一个时间 如果没有这些 症状的话 就是不会马上想到 要上来临牌 知道了 这里的关系 搞明白了 搞明白了 好 这是好处病性金刚的 应该来出病性金刚的信息 外星的信息 都在我们这里 好 知道了 再见